金曲台语歌王,许富凯,金奇在演出会后做谈会,意外透露,父亲目前正在加护病房,第二场演出过程,数度激动泪崩,他后台受访透露,72岁父亲,因病突然在家倒下,送医急救,现在状况不乐观,随时可能离世,他表示,目前是脑死,比植物人还严重,正在用呼吸器维持生命,但耳朵还是有听觉,每天都放着我的歌给爸爸听,农历年,突然收到父亲友人,传来爸爸在家中被急救的画面, 马上赶回老家,陪伴家人,十分煎熬,他近日诚心祈祷,尝试所有宗教仪式,希望奇迹出现,不过医生安慰说,家人要调试心态,而不是一直绑着他,谈言会用祝福的方式,看待父亲病况,万一他不在,会在另一个世界当天使,爸爸病倒后,他吃不好,睡不好,夜深时都在哭泣,至今瘦了三公斤,直言很敬佩坚强母亲,早已看淡生死,谢谢我妈妈,不用我们家担心他,开场前,他会去医院探视爸爸,暖心, 握着爸爸的手,在爸爸耳边说,等我演出结束,再做出你要的决定,今夜的他,在两场音乐会上,泪洒舞台,强忍情绪完成演出,他这几天随身攜带爸爸在四年前,写给他的毛笔信,似乎,爸爸随时都陪在身边,随后笑说,爸爸承诺于妈妈,会把自己身体照顾好,奇料爸爸如今,却住家户病房, 许富凯幽默吐槽,爸爸直接打脸,35岁的他,从小与父母感情深厚,感谢爸爸发掘他歌唱天赋,父母从小开车,载着他四处比赛,累积丰富经验,学习歌唱技巧,孝顺的许富凯,出道成名后,花时间陪伴家人,带父母出国旅游,同时庆幸,由与父母拍摄全家福,这也是爸爸最开心的事,他感性呼吁大家,趁父母还健在时,一家人多拍照留念,留下美好时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